美国环保署EPA7月12日对家庭和学校旧涂料中的铅含量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 新规将几乎完全禁止旧建筑中的铅尘 环保署表示大约3100万户家庭的墙壁上仍有旧的含铅油漆 而刮擦和打磨会产生有害的灰尘 如果摄入会导致铅中毒 诉讼称环保署多年来设定的牵线制水平过于宽松 无法保护人们的健康 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随后裁定 环保署制定的危害标准必须完全取决于健康因素 美国FDA7月13日批准口服避孕药OPU在非处方药市场销售 使其成为美国第一种无需处方即可销售的激素类避孕药 这一批准对于包括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的医疗团体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推动非处方避孕药 OPU也被称为迷你药丸含有激素黄体酮 需每天服用 1973年它首次被FDA批准为处方药 FDA周四称该机构将授权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育龄女性使用这种药物 此举有望消除使用障碍降低意外怀孕的风险 不用处方销售的药物通常比处方药便宜很多 但并不涵盖在保险之中 OPU的制造商表示 它预计要到2024年初才能上市 加州州立大学学生的学费即将上涨 加州州立大学董事会表示 为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 未来五年学费需上涨6% 该提案令学生倍感担忧 学费如果上涨 2024到25学年学生将多缴纳342美元 许多大学生表示 几百块钱对他们的经济能力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据财政办公室称 涨价是为了帮助填补15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该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该系统面临着持续增长的成本压力 包括增加对高成本学位课程的需求 通货膨胀以及修缮陈旧基础设施的需求 例如从2011到12年到2022到23年 通货膨胀率增长了39% 而学费在此期间上涨了5% 即270美元 为确保加州州立大学继续为加州人提供方便和高质量的教育 需要额外的财政资源来履行这一承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12日报道 从黄油鸡到印度奶酪 如果没有无处不在的番茄 印度美食是不可想象的 但根据农民和农业专家的说法 由于炎热气候和大雨导致农作物欠收 番茄价格在印度飙升了400%以上 这种美食必备品现已从印度各地菜单上消失 印度各地的一些麦当劳餐厅也以供应短缺为由 暂停在汉堡中添加番茄 根据印度政府数据 本周新德里番茄价格为每公斤138卢比 是1月份27卢比的5倍 农业与营养专家表示 造成目前番茄短缺的一个因素是极端天气 最近几个星期高温席卷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 印度政府警告 印度将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极端天气可能影响全国14亿人 并给农业、经济和公卫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负担 最终阻碍印度实现发展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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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